那接下来我们要直接跳入下一个主题 那我这学期打算采用的方式是先把所有我觉得重要 然后必要的东西呢直接讲完 那有一些比较肢结的东西呢我就全部跳过 那这样你可能会有个状况就是说你学blender的时候 你很快就抓到到底他整个流程是怎么样子 那但是也会有一个问题哦 你虽然这学期学完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最后我不熟 然后很多东西我不知道 那周边的东西是什么 那最后我可能发现我都会了 但是我都做不出来 那我们这学期可能主轴会朝这个方向走 但是也会有它的副作用存在 所以各位请注意这一点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看的是材质和花文 这是我们这学期的第三个主题 那第一个主题是基本的使用 第二个主题是编辑 第三个主题就是材质和花文 那材质和花文各位其实已经做了用了一点点 你在做雪人的时候呢 你已经设定了颜色 这就是基本的材质 接下来我们来看是如何贴图 那在这里呢 我们提供给各位一些网路上的材质网站 那我从里面呢就选了一张材质出来 那我稍微点进去一下 那这是这个CG Texture这个材质网站里面的一张图 我把它另存一下 这时候呢 我就把它放在 我建一个Blender Homework 不好 好 好 Blender 好 就Blender 然后呢 我建立一个 我现在要做一个砖墙 应该不是砖墙 就是砖块堆起来的立方体 那所以我在这里先放这张图 那等一下我存Blender档案的时候 我也就存在那里 那刚刚这个呢 这个我可以先储存起来 你可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 你的Blender档 其实你最好都把你做的动作都存起来 会比较好 那你刚刚这里的话 我先把它存一个叫做Landscape 好 这样子存起来 我才把这个关掉 好 那现在我等于是另外一个专案了 所以我现在启动另一个Blender 好 那启动完毕之后呢 我现在模型很简单 模型我就是它了 我没有要做别的 所以我按F12的时候 你看到的就是这个 好 但是呢 我做这个模型 我要干嘛呢 来 我先把它存档一下 因为 我 希望他这一个专案 跟我刚刚的图放在一起 好 这样子我把它存档 好 存档之后呢 你看到的是原状 那 那请注意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材质 还有贴图 材质 是在这里 选这里 你会发现这个叫做Material 对不对 那你可以为你的材质命名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Material.cube 就是这一个立方体的材质 就是这一个立方体的材质 那 这里 Texture 就是花纹 我也可以 Texture.cube 就是立方体的Texture 但是有时候你Texture 会用它的特性来命名 不见得会用它的物体来命名 这样 习惯可能会好一点 接下来呢 请注意 当我在这里点了材质之后 这里底下有个Type 这个Type的材质呢 有各式各样的材质 比如说我如果按Cloud 这Cloud 它预设就会有一个这个花纹 那我按F12 你会发现它贴上去的材质像这样 但是这不是我要 我今天用这些材质 其实你要做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有时候非常困难 那如果你很熟的话 这些是好用的 但是 对于完全不熟的人 要做材质而言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贴图 好 那贴图怎么贴呢 就选这里 Type 我选Image or Movie OK 好 选了Image or Movie之后呢 我按Open 好 选一下 Open Image 好 这样子呢 我贴上去 它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样子你一定会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这里是直直的 啊 这里是钻墙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东西 没有看清楚 所以我先稍微把它呢 呃 加 几盏灯 那加灯通常我们选顶面来加灯 为什么呢 因为 顶面才能看到整个配置的情况 那我按Shift D 这样子我加一盏灯 再按Shift D 我再加一盏灯 那这种三角形的打光方式称为三点打光法 那这样子让你的每一面几乎都有灯 这样子看起来不会觉得哪一面特别暗 那当然有时候你特别要呈现暗的时候你就不要在那边打灯 或者是灯的给它调弱一点 那目前我们暂时还不看灯 我们只看这个 我按F12 你会看到它变亮 亮很多 可是呢 这里怪怪 怪怪的地方 是为什么 我觉得还不够清楚 我们把相机拉近一点 OK 这个相机是拉近了 但是它没有对好这个立方体 我按扛 两个旋起来之后呢 按Ctrl T 去让相机追踪这个立方体 我按F12 你会看到 那我现在可以看到完整的这一个钻块 所契成的立方体 但是呢 它这里是错的 钻墙应该贴了四面都是钻才对啊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呢 我把它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Mapping Mapping是映射的意思 这里有一个Projection Projection是投影 投影的部分目前是Flat 这是为什么它刚刚旁边会一条一条的原因 Projection的部分你可以选 如果你是球形 你应该选Sphere 如果你是那个管子 就是一个管子状的 你应该选Tube 那如果你是立方体状的 应该选Cube 如果是平面应该选Flat OK 所以因为我是立方体状的 所以我选Cube 但是有些不规则型的呢 你一般来讲还是会选Sphere 或者是选Cube 那再看你决定 好 所以现在呢 我们选了Cube 再按一次F12 好 这样子就贴好 但是呢 各位一定会觉得 这个钻墙怪怪的 哪里怪 这种钻墙 你看到这种亮度 你会觉得它有点像磁砖 对不对 那这种亮度像磁砖 跟我们现在感觉要让它像红砖 的感觉是不太合的 OK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做磁砖 那你应该找个磁砖来贴 那可是这个看起来其实是像 我们要贴的应该是红砖 所以它不太合 不太合的原因呢 是我们在这里 OK 不是这里 是material这里 material这里呢 它有一个specular 这是它的光泽度 光泽度的部分呢 现在是0.5 0.5太高了 我改成0.1 我再按F12 你会发现它的光泽不见了 光泽不见了 那看起来比较像红砖 当然它还是有缺陷 什么缺陷呢 就是这个图平平的贴在上面 其实是没有起伏的 至于怎么做起伏呢 那个后续比较复杂 今天还叫不到那里 OK 那你今天呢 可以先把你的砖墙立方体做好 那你也可以试着去做成墙壁 举个例子 我现在呢 这一个东西 我已经有了这一道立方体了 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要立方体 砖的立方体很怪 我把它拉长 按F12 这样变成一个砖墙 OK 但是你会觉得它拉长的是很好 但是这里呢 通通都不对 有感觉吧 拉长的是很好 但是这里不对了 那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 来 因为你拉长了 那砖也被拉大 砖也被拉大了 结果呢 就 就会觉得这里的砖不对 那我举个例子 我把它稍微拉正一点 你会看到这个砖不太对 那我如果把它的高低 稍微切一下 因为你从上面看 那太上面了 好 这样子的砖墙呢 你会发现这个太扁了 这边又太 不对 那怎么做呢 你在这里 刚刚的先选 先选这个立方体 这样才才会有它的材质 在它的这个材质的部分 这里 有一个image mapping 这个image mapping 因为我把它拉长了 所以呢 我在它的S轴 这应该算S轴嘛 好 S轴的部分呢 我把它重复五次好 你会看到这个砖墙 比较像砖墙 OK 因为我把它重复五次的贴图 那这样子它就不会 这一个一块砖被拉得很长 那重复五次之后 它的砖墙看起来就好多了 好 所以这样子 请各位呢 试试看 先做一个砖的立方体 再把它拉长 变成砖墙 然后我们再去 把这个砖墙造出来 好 那各位就可以开始动作 好 那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